今天我收到一封来自湖南山区的一名留守儿童的来信 还有一张卡片 这是她自己画的小青蛙和小蝌蚪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她在线中写了什么 亲爱的小木姐姐 很高兴收到你的回信 上次你问我的家庭情况 其实我一般不和其他人说 就是我的爷爷去年得了风湿病 爸爸在我13岁就外出打工了 妈妈也是 他们在外打工很累 一个星期才打一次电话 每个月按时打钱回来 可我却很不开心 因为看着别人的父母来给他们送衣服 我都是满脸的羡慕 多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也来给我送衣服 我有很多的心里话都不能跟他们说 他们出去打工我也很少出去玩 这样我都觉得自己很内向 希望你能开导我 这封信是蓝信封的通信孩子写的 其实像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 他们的父母一常年外出打工不在身边 孩子内心缺乏安全感 也无人倾诉 而蓝信封的通信志愿者 跟他们成为朋友之后 就像一束光照亮了他们的青春期 春风不解风景 吹动少年的心 让泽雨脸上的泪痕 随即风干了